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了解一下 好 你现在看到的是在台中的大圆摆 那么因为这款球鞋今天在台湾 还有世界各地是同步发售 那么其实爱迪达的这款球鞋 它采取的就是限量 然后每一次都推出不同的颜色 NMD最初是陈奕迅有穿过 它是爱迪达的original这一款球鞋 据说在网路上 它可能一转手可以卖一两万块钱 所以你看到了今天这么多人排队 然后就有人说了 因为本来大家还蛮有秩序的 爱迪达说你要到楼上才开始发号码牌 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有人被推紧 有人被踩踏 可能场面就完全的失控了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疯狂呢 来看一下就是这双鞋吧 说是全新系列推出 它一连串推出了很多不同的颜色跟系列 好 那么这一次竟然就在台湾 大家为了要抢跟全球同步发行的这几款 就全部的都疯狂了 那么另外再看到也让球迷很疯狂 台北小巨蛋这里有夜宿排队 要抢HBL高中篮球联赛 四抢赛的门票 这个周末要开打 大学职业篮球都没有这样的盛况 唯独高中联赛 有这么狂热的粉丝 那大概想办演唱会的歌手们 也会蛮羡慕的吧 人家这样抢票 躺在地上用雨伞遮身 湿冷天气也要夜宿小巨蛋 棉被都搬来 不是要买演唱会的票 而是球迷口中比五月天演唱会 还难抢的HBL门票 请留右边通道 给工作人员发放进步及录影 HBL高中篮球四抢赛 19 20号开打 门票相当热门 年费索取的一般票 17号上午9点发放 1700张 三四十分钟内就被拿光 抢头箱的球迷 前一天就来排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这边排队的 昨天中午12点 为什么这么早过来 因为想要比较前面的位置 还蛮难抢 网路的票都没了 之前电子票 一万两千张不到一小时抢完 让很多球迷扼晚 实体票大家都很拼 睡袋枕头通通出炉 誓言要抢到 今年HBL男子四抢赛 绿色神盾松山高中 以跨季17连胜的好成绩 闯进四强 气势如虹 希望二连霸成功 南山高中目前排名第二 南湖高中是本届黑马 不少球迷很期待 高院工商回为八届 再度打进四强 支持松山 可是我觉得今天南湖大爆发 那种战机表现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两队打起来 应该蛮好看的 赛事激烈 球迷热血支持 周末震撼小巨蛋 TVBS新闻 钟影伦 陈盛文 王一杰 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 跟我们了解一下 现在的高中生在疯什么 另外再看到的是 法国的雷诺车厂 他们最近推了这个广告 蛮霸气的 说自己家的车 如果变成警车 任何超速的车 都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要看真实版超跑警车 要到杜拜 到德国 到阿布达里 警察贝贝戴上手套 油门一催 整条公路变成他的赛车场 这是法国车厂雷诺 释出的宣传影片 跑车配备3.8公升 双涡轮引擎 马力上看500匹 但车身重量只有一顿 不但在公路上轻松飘移 还远远把重机抛在后头 不过这毕竟是广告 想看到跑车追坏人 只有到杜拜 才能梦想成真 走进杜拜警察局的停车场 好像来到高级车展一样 全球速度最快的 五大超跑警车 有四辆都在杜拜 这是世界最快的警察车 这部车可以做267公里 我们可以从0到60公里 2.5秒 每小时430公里的超高速 光是试诚就够恐怖 更别提被他追着跑 这台Begatti Veyron 10年来只出了450辆 其中一辆在2014年 正式成为杜拜警车队的新成员 另外蓝宝杰尼 麦拉伦跑车 还有庞德的爱车 阿斯顿马丁177 全球限量77台 也出现在豪华阵容里 杜拜女警也有专属配车 这台法拉利FF 2013年加入杜拜警车队 6.3升的V12引擎 0到100公里 加速只要3.7秒 最高速度可到每小时335公里 有人说杜拜有钱人跟跑车最多 要抓超速抓坏人 不开跑车怎么追得上 但其实这些跑车 也算是另类的警局广告 杜拜警局说跑车车队每天游行 不但成了另类风景 也拉近民众跟警察的距离 德国警方则是爱用自家品牌 兵士CLS改装的Brabus Rocket 是德国警方的新宠 虽然外表比其他跑车 稍微朴素了一点 但追起犯人来毫不逊色 有了超跑警车 坏人想跑门都没有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这样超跑警车 警察竟然说 可以拉近跟民众之间的距离 真的吗 不是拉大了那样的贫富的距离吗 真的每个警察都变007了 因为都有奥斯玛丁可以开 我们也来看看 那么说彼此之间的拼场 阿布达比跟杜拜之间 非常的严重 你还记得这一幕吗 就是在玩命关头7里面 飞越两栋大楼的这一台超跑 现在它也变成警车了 这一台叫做Lincoln Hypersport 是全世界限量7台而已 让每个人都心动了吧 黎巴内一家私人超跑公司 他们自己手工生产的 所以就只有7台而已 跟你说警察开这样的车 压力会不会很大 会不会 会不会怕撞呢 的确有可能吧 因为这个价值不菲 可能海外售价不一亿台地了 而我们说到了 这两个之间的拼场 那就是杜拜跟阿布达比之间 那杜拜呢 他们自己买了很多的这种超跑 那么看到了包括了 有雪佛兰的Camera SS 另外有麦拉伦 有法拉利FF 有蓝宝金尼 阿布达比就跟他拼了 我也来买布戈里的Valron 那么现在两边各有一台 阿布达比现在再出大招 就是买了我们刚刚看到 玩命关头里面的那一台车了 那另外来看 如果说一个汉堡 它遇上了非常高温的化学物 结果它竟然不会坏 看到这样的实验 每个人都害怕了 因为之前不是告诉你说 里面可能加了什么样的成分 一定不健康 可能还有基因改造的问题等等 我们来看这次大麦克的实验 要怎么解释呢 麦当劳的大麦克 这次要接受严酷考验 可别以为这杯拿来 加料的黄色液体是起司 它其实是温度高达 摄氏1085度的融化铜线 到底大麦克 能不能抵挡高温试炼呢 有如岩浆一样的铜水 一浇上去 整个铁板马上滋滋作响 汉堡面包当然抵不住大火 瞬间烧起来 接下来轮到汉堡肉 接受挑战 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汉堡肉好像有一层隐形防护罩 高温融同碰到表面马上弹开 配向旁边熊熊大火烧个不停 简直就像在拍辣味汉堡广告 连下面的生菜丝都像有金钟罩护体 除了一圈细细的胶痕 依然保持纤绿 最后一一把汉堡分层摊开 一共花了将近一分半 才烧成一块块焦黑碳饼 他用了一棵球 一棵球 一刀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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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网路部落客 超爱拿熔酮攻击各种物品 不只是食物 连能当子弹的Nokia 碰到熔酮都立刻融化 大麦克的优异表现 让这支影片短短一周 就累积超过200万次的点阅率 大麦克难道真的这么恐怖吗 其实融同无法入侵大麦克 是一种叫做莱顿佛斯特的物理现象 莱顿佛斯特现象的应用 最常出现在厨房里 厨师热锅时 常把水滴在铁板上 如果水珠四处滚动后才蒸发 表示温度够了可以炒菜 大麦克表面的水器 也是因为碰到超高温熔酮 才会出现保护膜一样的现象 所以大家别紧张 大麦克吃进度不会千年不化 TVB新闻 综合报道 而你有没有看过 比米粒再大一点点的炸鸡 或者是比手指还要小的化妆品呢 在网络上现在有这么一个红人 她堪称是最会做袖珍东西的女生 那么在网络上每次的影片 都是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来看看她的最新作品 你看得出来吗 她刚刚是真的自己做了一个超迷你的小电锅 然后是真的可以煮饭喔 还有她之前做的这一个那么寿珍的果汁机 有110万的点阅率 已经红到大陆微博去了 她其实每一次的影片里面 她都会告诉你说 她是用什么材料怎么做出来 而这些东西是真的可以用的 那这个女生现在非常的红 那么她达人的作品 还包括了女生最喜欢的 袖珍版的气垫BB霜 据说也是真实可以用的呢 蛮多人在追踪她 想知道她还会有什么东西 她自己创造了一个袖珍厨房 但如果你可以把食物装在手表里面 听起来是不是也很不可思议 而且是一个很迷你的手表 我们来看日本人要做这个 到底为什么 这是一个形象广告 像微电影一样 有看错吗 她真的是从她的手表里拿食物出来吧 然后她告诉你是怎么做的 这些东西是真的食物 他们找来了 包括了整形外科医师 然后用了手术刀 慢慢的把食物切得很小 找手表技师改装 中华料理的主厨来料理 还有一个策展人 那么全部呢 为这家180年历史的苗种公司 来拍这个形象广告 她其实是要提醒大家说 你一定要记得食物均衡 也在推销他们自己说 过去呢提供了很多的种苗蔬菜 那么在日本 那么希望呢 能够继续的让大家珍惜他们的存在 这个广告拍的 的确也蛮有创意的 这样的形象广告 很加分 但如果你吃的面条里面有经文 日本人做了这个噱头 大家说难道吃了之后立地成佛了吗 今天网路上好多人在传 就是画面当中您看到了 上面剥了波罗蜜多心筋 它是已经打在那上面了 那这是一家呢 在这个日本取马县 叫做新田奶庄的面店 就长这个样子 他们所推出来的 那这个面条上面的经文呢 仔细来看 其实他的书法写的还蛮漂亮的 有人就想 那你下去煮了之后 难道字不会晕开化开吗 实际煮给你看 煮完之后呢 真的没什么变化 然后就变成这样一碗的经文面了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你也可以吃下去 好 那现在呢 在网路上还真的在卖 他叫做法登 那大概呢 就是三包 卖台币 日币是1620块左右 有三包的面条 大家只能说了 日本人呢 还蛮无所不用其极的吧 他们为了要推销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真的会把它给研发出来 出现了金书面条呢 那另外再看到 如果你穿鞋的时候 手可以这样子 然后它可以自动帮你绑鞋带 听起来是蛮吸引人 去巴西看 全球运动产品龙头要发表新产品 发表会很科技 科技一定要来自于人性 有人的温暖才有趣 像是这一款未来科技鞋 标榜可以自动帮你绑鞋带 我把脚放进去之后呢 它会自动帮你绑鞋带 有听到这声音吗 另外一脚放进去 非常神奇 这其实是有点copy 有个电影叫做 回到未来第二集 自动帮你绑鞋带的 未来科技鞋 运动品牌贩卖科技感 要看顾客买不买单 赶在2016巴西 李约的奥运开幕之前 各家运动品牌都卯足了劲 你现在看到这个美国的运动品牌 它推出了各种的运动鞋 有新的编织法和新的功能 就是希望所有的运动迷 把眼光照过来 NBA雷霆一哥 Kevin Durand的签名鞋 KD第九代 是很多篮球迷的心头好 尤其特殊的材质 Fly Nick是当红炸子鞋 更服贴更轻更环保的材质 是未来趋势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TVBS新闻张照华 钱英军 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不得一下我们来看 这会影响下一个世代 你有小朋友可以理解的方式 透过电影告诉他们 差异是怎么变成歧视的 不少美国人担心 经过这次总统大选之后 美国歧视种族 歧视女性的行为言论 因为川普整个会很恶化 堪萨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有人嘴里喊着川普 然后欺负穆斯林的学生 亥克组织匿名者 已经不满川普的这些言论 要他闭嘴 要揭露让他很尴尬的秘密资讯 可是川普没在管这些的 反正他踩地雷区 他也没影响绅士啊 告诉CNN记者说 共和党不提名他 美国会暴动 坎萨斯两名穆斯林大学生 指正利利 深夜在加油站 不但遭到白人男子拳打脚踢 还以种族歧视的言语辱骂 打人男子 更大喊热门的总统参选人 川普的名字 川普歧视穆斯林言论 引发争议 甚至在英国国会发动 是否要禁止川普入境的论战 之前3K党表态支持 川普也没有划清界限 就连党内同志也抨击川普 是种族主义者 这使群众赶紧出面还家 但就在川普赢得伊利诺州 51张代表人票之后 有网友发现 芝加哥突然雷声大作 一到闪电还不偏不倚 就打在川普的大楼上 当天不但有龙卷风 还有冰雹 直说这天有异象 根本就是川普胜学 才让老天爷发脾气 虽然天怒人怨的说法太过牵强 但也明显看出 川普的激烈言论 引发两极论战 一场选战让美国越来越撕裂 TVA新闻综合报道 但蛮对比的 美国现在最夯的这部电影 其实就是在讲 肉是动物 草是动物之间 彼此之间的反感恐惧 浮上台面 用小朋友说的话 了解其实 电影动物方城市 所有动物经过多年演化 发展出类似人类的社会形态 过着文明生活 故事主轴围绕在富有正义感的 菜鸟兔子警官朱蒂 在追捕狡诈狐狸的过程中 发现一桩大阴谋 迫使两人必须合作 联手解决危机 幽默对白 紧凑剧情 票房 一鸣惊人 动画电影的成功 不止因为好笑 关键归功于精巧设计下 运用不同动物的特性 来讽刺人类社会现象 我们在很大的急 我正在 它断 树懒超慢效率 就是影射公务员散漫的态度 电影中也能发现 现实生活中的偏见 与刻板印象 例如方程式中握有大拳的 几乎都是天生条件 较为强壮的动物 这是项目一 故事进入后半段 草食性居民开始对肉食性动物产生误解 出现各种尖锐的种族歧视行为 除了观察背后含义 电影中也大玩迪士尼的梗 像是这一幕在介绍极地 两只小巷穿着冰雪奇缘安娜与爱莎公主的衣服 还有兔子警官拿的手机 是红萝卜咬一口 看似卡通片却暗藏玄机 用创意包装严肃一提 电影动物方程式 俨然是人类社会缩影 搭配励志歌曲 迪士尼最新动画 在天经典之作 来看艺术的发想 这一大把铅笔可以做成花瓶 你大概没想过吧 他们真的就是利用了车床材质之后 可以变成了花瓶 可以变成了七彩的碗盆 非常的漂亮 甚至可以做成人的戒指 而另外才看到了 则是有点像列印出来 但是是人所写出来的文字 非常漂亮一起分享 也谢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